参数的啦 OK 然后传过来两个东西嘛 接下来我要去使用它 怎么使用很简单 我在上面也许加什么 因为我现在要做什么 筛选业务嘛 所以我就输入筛选业务好了 OK然后这样 那其实你只要打这个Enter就可以了 小瓜糊跟Enter 它会自动慢慢产生 有没有 好就变出来了 其实道理跟插入那个程序是一样的 不过这招好像比较快一点 应该懂我的意思 反正我写程式有我一套偷懒的方法 像我习惯用Ctrl键拖拉 那就OK了 复制来复制去 其实程式说真的 我大部分都单手写 因为我上课也是单手 另外一手拿麦克风 所以其实你说程式 一定要两只手 也未必 写对就对了 你写错 给你四只手八只手 也是一样写错 对正确 好那再来怎么出呼叫 很简单 这边按个Tab 如果你要使用它的话 你就是打一个Call 关键是这个Call 呼叫 呼叫什么呢 呼叫筛选 所以我这边call什么呢 把筛选放在它后面 然后钱瓜糊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所谓的共用的Sub 共用的副程式嘛 所以刮虎之后后面就会跳出要传递的这个参数 而且后面会用初体制告 S是3 这个好处就是你要一定给我自串 所以先双引号两个 然后给它什么 其实这里面就放业务 所以我就把这个业务两个字 把它放到这里面来 第一个我给你业务 逗点 第二个蓝数 就是S int 你要什么数字 你给我一个数字 而且还是要整数 int就是整数 不能用小数点 如果以后你说老师 那可是我将来如果是要小数点的话 你可以用double S double double的话就是有小数点 那我第几蓝呢 第三蓝 意思是说我那个蓝名叫做业务 我那个蓝的位置就是第三蓝 好好破瓜糊一下 这样子呢 大功告成了 那其他呢 一样嘛 你就把这个copy过 copy然后呢 再来贴上嘛 这边就有个产业别 所以你可以啊 就是 再来就是什么 筛选产业别 产业别就有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把它改成第四嘛 然后第五 第六 第五然后第十二 OK 好 好 大功告 假设吧 我们先写完之后呢 再来呢 我们来run一下 OK 其实理论上应该就OK 不过还是要确认一下 这样子 主要是产业别 按右 就把这个复制贴过来 然后按右键再去把它找到产业 把它筛选产业别 OK 好 然后再试一下 这有可能有名称是重复的吧 看一下 上面好像有一个 难怪他会跳那个 这个多一个 这个把它删掉 不过我刚刚跟各位讲 如果你在做过程当中你怕做错了 我是建议上面先不要删 你可以用什么 用这边有一个工具列叫编辑 它这边有一个叫使程式变为注解 那意思就是说呢 先留下来 等到确认之后啊 你再把它删掉也不迟 如果你要恢复它的话 很简单嘛 就是选取这个范围 然后呢 旁边上面一样有那个按钮 这个按钮叫做使程式 使注解还原为程式 这样就OK了 就比较快了 不然的话你一删掉就不OK了 好 那再来我们基本上就完毕了 然后如果我要找什么 找资讯页 假设我要找资讯页 那我就按筛选这个 有没有 请输入产业别 这就是传参数过来的 然后填过来 确定一下 有没有出现资讯页 没有问题 所以特别至于 这个共用附程式 其实你不这样写 程式造跑 但是问题 你后患无穷 为什么 因为你可能很多地方都一样 那你以后每次改 然后程式就要每个每个都个别改 那就是永远都改不完 OK 而且还会改错 所以特别注意 像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这个地方 如果像1048 我改 我现在就改一个就好了 不然的话 我可能要改全部了 另外可能还有个地方 255 2500 其实应该改成什么 向下追踪的 对啊 如果你又要改 那不是全部又要再全改了 如果你栏树一堆的话 你永远都改不完 所以这个共用的这个 副程式的好处啊 就是将来你在维护程式上面实际是非常便利的 那另外的话呢 你撰写程式也会比较便利 不过呢 这个前提是说你的那个 他们大部分都一样 只有两个地方不一样 当然你也可以传三个啦 不要有的同学过头了 可能十几个都不一样 结果你传十几个参数 那不用啦 你干脆就另外写算了 要不然就是说你独立某一段 这可能自己再稍微揣摩一下 OK 大家好